大家好 那么上次呢 跟大家分享的那个form builder就是这一个 过后呢 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form builder for dots 就是这一个 好 那么首先呢 你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呢 点击那个link呢 就会来到这个website form builder.gworks.com 那么来到了这里过后呢 我们就scroll到下面 好 这个呢 是上次已经跟老师们讨论过了的 如何试用form builder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要讲form builder to dots 按点击这里一下 点击后呢 我们就按install continue 然后呢 直接给permission 我们的google account 找moe account呢 那么我们就install成功了 好 那么上次有跟老师分享了 如何将microsoft word呢 transfer去我们的google drive 然后呢 把它变成了google docs 那么 如果忘记的老师 或者不知道的呢 不用紧 影片的下方呢 有一个link 那么可以点击看回去 那么现在话都说不了少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google docs呢 转发去google form 好 算是谈过了 前面记得不要放号码 如果是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就是选择题的 前面一定要放点 就是这个一点两点的点 那么如果是open-ended question的话呢 我们呢就直接把题目打下来就可以了 好题目准备完就绪了后呢 就来这个add-on 点击一下 那么我们就会有看到 呃 下面这个 home builder for docs 然后回进start start start后呢 选择full document and get 那么呢 跟上次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选择题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所以这有四题 那么呢 它system呢 会自动的检测到这个 因为它是有这点点点 它就变成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那么这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如果呢是没有的话呢 它变成呢 short answer 它会自动选择short answer 如果是想manually 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按进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要看看这个import的question 是否正确 可以点击这个 那么选好了后呢 我们呢是要 选择choose还是create 什么是choose呢 choose呢 choose就是我们选择 已经有了的google form 再加入它的题目 或者是create 新的一个 那么名字是new form 你们可以把自己所需的名字 按一个go 按go 按go过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import select 好我们会看到import successfully 那么如何打开这个google form呢 就是点击这个 好这个呢就是new import进来的google form 是跟刚才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他会自动把他的点点点呢 变成他的multiple choice的答案 那么这个呢他就是他的题目 所以呢是非常方便的 老师不需要一提一提copy face 如果有兴趣的老师想知道更多的呢 记得订阅subscribe我的影片哦 好谢谢大家